好 大家好哈 咱们这个有段日子没给大家这个录制课程了哈 咱们从今天往后呢 就是不断的给大家去更新吧 我把这个其他的工作也放一放 因为咱们这个学员越来越多了啊 除了现实当中这个去布一布局啊 然后呢 在网络上这个八字 我看看就是有时间再去给顾客看嘛 啊 如果这个咱们这个学员越来越多的之后呢 可能八字就停了啊 就不看了 因为那个比较耗神一些啊 看的时间也长一些 而且这个顾客太多啊 尤其没想到这个网络的这个力量这么大哈 这个零人散散的顾客太多 每天都太多 到现在还有这个将近二十个一直没没没没给人看啊 主要是这这两天这个学员比较多哈 最近 然后呢 把这些都放一放 过后主要就是做一做这个课程这一方面了啊 然后呢 我给大家这个讲出来的这些阵法呢 都是比较常用的 比如说文昌镇 虽然他们有这个财和桃花镇布的这么多 但是文昌镇也是常用的啊 一般这个孩子 呃 这个家长呢 给孩子布啊 有这个布文昌的 还有一个这个 呃 像这个考公务员啦 啊 考一些晋升士啦 还有前几天考这个那个意识资格证的了 啊 这方面呢 都有需求布的啊 咱们如果干这个专业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老顾客呀 还有身边的朋友啊 知道你有这项业务的话 他也会这个找你来布的哈 啊 呃 那么这个文昌镇呢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提高学习成绩啊 让你专心啊 让你这个心所谓的影响你的这个磁场和能量啊 让你 这个 这个往这个爱学习方面引一下啊 然后呢 可以提高一些记忆能力 通过这个所谓的能量和磁场啊 这个风水格局的一个改变啊 然后呢 他呢 还会提升你自己的创意啊 开拓你的思想啊 开拓思想的 那么学习成绩呢 一个是归文昌馆 咱们说的这个文昌 还有一个归咱们那个时辰的一个正印啊 正印咱们之前讲过代表的是文书文化啊 这一方面的哈 艺术气息 那么如果有的这个布置文昌不方便的可以给的直接布印啊 这也是代表学习的都可以的哈 然后呢 如果我们命中带这个文昌星的一种情况之下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大雅之势啊 咱们那个甲方以方后来又拍一个这个现代呢 叫什么呢 这种就想不起来那个名 它里面不就是有大雅之势吗 对吧 这代表的是大雅之势啊 气质高雅 举止温文 文采出众 风度潇洒啊 这指的是外在哈 当然内在是什么样 大家现在可以通过他的这个八字来分析啊 那么一般文昌星比较旺的呢 印比较旺的呢 外在的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绅士啊 儒雅之人 非常有涵养 非常有内涵哈 那么男命呢 逢这个文昌有内涵啊 就是肚里有货啊 肚里有东西啊 女命呢 呃 逢文昌呢 这个是比较旺这个仪容的啊 也就是说 气质一方面 还有这个啊 看的这一方面比较漂亮啊 比较出众啊 哈 那么这个也可以 这个女命想望仪容 望气质 望这些方面的话 这些气息方面的话 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给她去布文昌镇啊 去望这一方面的啊 这些大家都可以去举一反三的啊 那么文昌入命 代表什么呢 聪明过人 逢凶化吉啊 他也是一个吉星啊 文昌星也是一个吉星 气质高雅 居质斯文啊 文昌呢 具有上进心啊 学习嘛 肯定是上进的啊 对吧 你像古代这个秀才十年寒窗古都 这就属于上进心啊 那么学习来讲 那么他在这怎么样 求职欲就很强啊 喜欢学习 一生尽官利贵啊 一旦你涉及到现在文化这一方面的啊 比如说印啊 文昌啊啊 这些文化这一方面的都跟这个官吏有关的啊 不与粗俗之辈乱教啊 就跟一些这个乱七八糟之辈啊 感觉这个没有必要 教他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感觉有些人感觉是自调身价啊 就像咱有个学员说的 确实啊 我这个印比较重的 就感觉跟其他的有一些 可能自己看不上就感觉自调身价啊 所以说还有一个方面 说明这个印和文昌怎么样 哎 他比较高傲一些啊 有傲气在啊 那么文昌这个查法是怎么查呢 咱之前那个基础课人也有讲过哈 那么再给大家复习一遍 咱们打开一个八字的这个表 就他吧 随便看一个 文昌有两一个 两个这个可以查 一个是通过啊 年干 一个是通过日元啊 也就是这个日干 年干和日干来查有两个文昌位啊 比如说你这个想布置对应的这些东西 如果有冲突的话啊 可以换一下啊 如果再有冲突的话可以换印啊 就是这种 那么这个 比如说假年干或者是假日元的文昌位在四啊 在四 这个咱们之前讲过方位哈 是咱们之前讲过方位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这边有个表哈 大家去看 看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他的这个文昌 两个文昌位在哪里啊 我们可以对到这个表来讲 刃啊 在银啊 在银方啊 银方是哪儿 银方就是东北方 对吧 这个位置是东北方 他的文昌位就在东北方 那么他还有一个文昌位在哪呢 心啊 我们看心 心干呢 文昌位在子方 也就是正北方 也就是这个水位哈 就是这么查的 那么我们知道了他的位置之后 我们就可以载他的位置来怎么样啊 来布这个局啊 来布局 隔壁 隔壁装修啊 这咱们这新班的这个工作室啊 天天装修啊 不知道这个声音大不大啊 我尽量大点声给大家讲哈 那么这个方位呢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图来啊 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图来看哈 一般那现在有的学员都 基础的课程都已经把这方位记上了哈 都已经记上了啊 然后呢 文昌位 有利于学者静心学习 而且成绩容易提高啊 因此 在家书房或者是学者的房间设在文昌位啊 比如说你整个的 这个这个家里 你是这家的一个主人的话啊 你就在 这个这个你的这个文昌位的位置把它变成书房啊 或者是这个学者的房间 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你的家庭已经布局了啊 已经布局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在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书桌旁啊 你的书桌啊 放这个放在文昌的这个位置啊 放在这个文昌的位置 你把这个整个的家分成这个等份啊 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之前讲这个家庭成员的这个位置 啊 比如说你的大子在哪啊 你的位置在哪 比如说你老公的位置在哪 你老婆的位置在哪 比如说老公的位置在西北 你可以在西北方 比如说你的这个文昌位 刚才说在东北啊 你可以在你的西北方的这个分分等格的这份啊 比如说家里整个房子的西北 你把整个房子分成九等份 然后西北方的这一块 西北方的东北角啊 它也代表的是你家里男主人的这一个文昌位啊 懂了吧 比如说东方大子啊 东方大子 你比如说那个儿子布局 大儿子布局 你这个大儿子布局 你发现你大儿子这个文昌位是在西南 那么你这个其他地方你怕有冲突的话 你就直接布置在哪呢 布置在你大儿子属于你大儿子位置的这个东方的西南角 就属于他的文昌位 大家懂了吧 哎 或者是呢 你这个书房就这样 只能在书房啊 去不了别的地方 那么你就整个在书房的啊 西南角啊 如果西南是你的文昌位 西南角啊 如果南是你的文昌位 那么你就放在书房的南 懂了吧 小到什么呢 小到桌子啊 如果西南是你的文昌位 小到这一个客桌的西南 它也属于你的文昌位 懂了吧 每一个地方啊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契机 有自己的能量磁场啊 大宇宙 这也就是什么 大宇宙和小宇宙啊 都是同理的啊 那有人说那整个房子呢 那这个这个这个布不了了 那这个这个代表的对吗 那是不是不对啊 或者怎么样 那你要那么说的话 那你整个城市呢 对吧 哎 你整个省份呢 你整个国家呢啊 整个地球呢 对吧 哎 他都属于这也是一个大宇宙 一个小宇宙 对吧 他你看哈 我们家整个的圈上啊 分的这几个格 你圈上属于它属于什么 它属于一个磁场啊 磁场形成了一个一种能量 那么这个屋子也是形成一个磁场 形成一种能量啊 所以说大宇宙和小宇宙 它都是一样的 都是包罗万象的哈 所以说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啊 去思考一下啊 去联动一下你的这个思维 都是一样的哈 所以说你找到一个屋子的文长位 或者是整个房间的文长位 你都可以在这布局啊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书桌放在这儿 或者是让孩子常待在这里 让那个学者常待在这里 再有一个风水物品呢 就是简单来讲哈 简单的就是文昌笔啊 文昌塔啊 文昌塔注意啊 要9和13层啊 这种呢 家人是无禁忌的啊 如果你摆放这个文昌的十二生肖造型的话啊 什么意思呢 刚才看这个刃杆哈 天干刃的话 在什么 在银方 那么在银呢 就代表着什么老虎的这个生肖的这一个像 代表着它这个文昌啊 大家知道十二地支的能量比较大啊 但是呢 你要摆放十二地支的话 你比如说你这个在亥 就是什么猪嘛 在子就是耗子嘛 对吧 就是老鼠 在银就是虎嘛 在矛就是兔嘛啊 子丑银某 陈素为生育虚害这十二个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鼠像生肖都可以去摆放这种能量 十二地支的能量是比较大的啊 可以去摆放 但是呢 这种情况要注意人家家庭成员 你如果要给人布局或者自己布局 你要知道 你比如说这个银身相冲啊 你比如说你整个巴子里有身啊 你这种的家人是不是有没有冲突这个需要去考虑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直接布这个文昌笔和文昌塔啊 文昌笔和文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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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啊 都可以找到 你看一查文昌有这个塔和笔啊 都找这个九层和十三层呢 对吧 一般都是九层和十三层 这种都没有冲突的哈 这种就对这个家人巴子都没有冲突的 这样大家随便选一个就可以的啊 还有这种像这个文昌笔啊 这种文昌笔 对吧 我们也可以根据顾客的喜用来 啊 也可以根据顾客的喜用来 比如文昌笔找金色的啊 比如说他洗金 那么就给他找一个金色的文昌笔啊 比如金的塔 比如说绿色的啊 这是蓝色的 还没有绿色的 文昌 绿色 哎 有没有吗 文昌塔 我们之前买的有这种这个颜色的 哎 这种的五行的颜色啊 啊 对 就是这种的塔的这种颜色 可以根据这个他的这个喜用去选择啊 比如说他洗墓啊 比如说洗水 洗土啊 洗金 这个没有火啊 这个是没有火的 红色的 还差一个红色的 哎 这个有啊 大家可以去找哈 这种带颜色的哈 但是红色的就属火的啊 可以按他的喜用给他布置 你像这个如果哈 如果他这个文昌未想布置这个 比如说他行走的状态 什么意思呢 就不常在家啊 或者是老在学校或者老在哪里或者老在外面怎么办呢 你给他带 你看他这个 啊 八字 八字 八字这个哪个是他的文昌啊 文昌星 比如说骇士的文昌星 看跟这个八字当中有没有冲突 如果没有冲突 让他带一个小猪嘛 对吧 哎 骇士属水的带一个黑色或者蓝色的小猪啊 也属于这个文昌啊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啊 去与这个给顾客还给自己去定制哈 刚才说很多塔啊 很多有塔的城市都容易出现这种文学家啊 财位呢 注意财位哈 不易做学者的卧室或书房啊 因为什么我客者为财财 大家看一下师神的生活关系哈 因为我客者为财财 而且财是克印的 印代表的是学习啊 懂吧 所以说你让你看你这个位置 如果让一个孩子坐在一个财 他自己的一个财的位置 那正好的坏的是他的学习方面 坏的是他的印呢啊 所以你想想孩子学习啊 这方面可能就不 这个这个就不太好哈 然后也要考虑核充迫害型的位置啊 问题哈 然后可以佩戴什么项链呢 文昌相关的这个物品啊 或者正印相关能量的物品 什么意思呢 我们打开一个八字哈 这些大家这个文昌的大家就一搜哈 文昌笔视频大家都有 大家去网上找哈 像这种正印的这种哎 我的这个 八字图让我关了吗 印的哈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 钉火是你的印 你就可以补相关的印 懂了吧 比如说咱们这个补一个钉火牌啊 或者是在你这个文昌的位置 或者是这个印的位置 放一个钉火 放一个小蜡烛的图片的等等 代表是正印的这方面啊 你可以来补印啊 来可以可以可以补印 可以佩戴这一方面的一个印啊 所以说材质的选择最好找命组 正印对应的颜色啊 正印对应的颜色啊 正印对应的颜色 啊 比如说天干 润是你的正印啊 你可以润水方面的啊 润是什么 江科湖海水 大家这些代表都知道吧哈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哈 都是这些东西 你看所有的东西全是利用的这些组合啊 利用的这些石神呢 地支啊啊 还有生和关系啊啊 啊 来去定制的哈 来去这个推理 来去布置的啊 来去增加相关的一个能量磁场啊 如果单一一个位置啊 与命主的八字冲 可以选另一个文长位啊 刚才说了哈 如果两个位置都冲的情况下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就要选择别的方法啊 就是加印的一个能量啊 就是加印的一个能量啊 再一个大家这个 给大家最后写了一个考虑石神的问题 大家都看这个石神啊 你看五行的一个圣科关系 还有石神的一个圣科关系啊 你就像这个 咱们今天这个发的这个 我发的这个抖音的一个视频讲的这个 这个女性婚姻的一个问题 对吧 伤官两透 无财无应定有婚灾啊 你的伤官又在 你伤官在 正官在的话 伤官的能量又大 肯定要换你这个官啊 那么什么情况之下呢 如果他又有比赛又生这个伤官的话 那肯定这个伤官是受伤的 如果平衡的情况之下 还好 还好 尤其是这个伤官的力量足的情况之下 所以说为什么叫无财无应定有婚灾呢 为什么要有财呢 财可以怎么样 泄一部分石伤的力量啊 印有印在也好的 为什么呢 印可以克制一部分伤官的力量 这个时候 他来克制他 或者是他来泄号他 财出来了 那么伤就跟财打打起来了啊 那就不用管你这个官了 懂吧 哎 这时候官就不受伤了 所以说大家没事就要看这个五星之间的深刻关系 看一下石神之间的深刻关系 你就明白了 这些传统下来的这些书本里的还有我给大家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怎么来的 都是按照这个理来的 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啊 尤其咱们这个八字啊 八字的话 这十二滴之 石天干 还有十个神之三三二个字 大家把他们关系搞明白 剩下就全搞明白了啊 不用去按照书本上 赵本轩哥说了一些 玄乎其神的东西哈 说了一些 那天有学员 哎呀 就一上来就给我打了一堆文字啊 书本上的那些那些理论还有那些说辞啊 我说你这么讲 你别说这个这个你的这个顾客听不懂啊 我看着都烦 你直接就是用白话去给顾客去讲的明白 就可以了哈 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常看哈 没事就看一看 没事就琢磨一下 尤其这个石神啊 尤其这个石神应用很广泛 而且硬是很准的啊 然后大家这个拿朋友八字 拿自己八字多多练习这个文昌位 找一找文昌位置啊 然后这个大家不懂的话 可以随时沟通一下哈